你在?我没有你这个坏小孩啊? 我辛辛苦苦赚钱,结果你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我狗无罗用的耶 你真的很丢脸耶 你到底有什么因故别人啊? 这样的言语暴力对孩子的伤害比想象中更大 家福基金会第十年推动儿童保护日 邀请艺人徐伟宁担任活动大使 徐伟宁也以自身的经验 分享不当言语对小孩的影响 小的时候你其实不懂得 因为我觉得孩子们都在学习 那有的时候大人们因为想要 他其实想要刺激你让你进步 可是他去用错了方式 那你这样子在想的时候就觉得 所以是我不好吗? 那因为这个样子 我是不是长大过程中 我就不值得遇到好的事情 不值得遇到好的人 或者是我不值得拥有一切 这个我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会有一种就是 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他还会在你身体里 小的时候我家里面的人有试着要训练我 就是如果迷路了 迷路了之后就是要在原地 不要乱跑 可是呢 对我来讲我不晓得 他们就是走在百货公司 走一走他们就把手抽掉 然后我就找不到人了 然后我非常惊慌 所以以至于到现在 我有时候就是出去在外面的时候 我都很下意识的会看一下 我周高的家人 或是我的朋友在我身边 然后也有过就是去外面吃面 然后有时候吃就是觉得 小朋友真的吃不太下 然后那家人就会说 那你不吃 那你就我就把你留在这边洗碗 然后讲完就走了 然后就很紧张 把那面吃完之后就哭着跑上去 可是你现在长大了 就因为我觉得我们长大之后 我们都会告诉自己说 这个是一个 其实他们是不知道怎么样表达爱 他们是爱你 喜欢想要照顾你 但是用的方式有点不大力大 对对对 活动中透过隐形伤痕艺术展示秀 展出多幅艺人和孩子的画作 徐伟宁也分享她的创作理念 这幅画我自己的名称叫做 有抱吞噬有抱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东西都是一个循环 因果循环的概念 所以呢在我在画的时候 其实笔触就是尽量的一次 一笔道理 然后选用的颜色呢 就是有充满希望跟阳光性的 然后还有比较血色 比较有一点点暴力感的 就是我觉得一切都始于就是爱 大家会用错方式去爱人 所以呢你有时候用错方式去爱人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让孩子互之所措 他不了解你现在是爱我还是不爱我 但是我希望他到最后还是终于爱 所以他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这一边好像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吗 还是一个女人的形象 我没有把他特别设断是哪一个这边 就是他是一个人 另外一边是一个比较儿少的部分 透过这样子爱的保护 也许每人会选择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 那孩子也不一定用同样的方式去理解 所以透过这幅画来表达这个创作的理念 对因为其实他这个这幅画另外一个角度 他其实也有一种 他这个是一个脸吗 可是他另外你拉远一点看的话 他其实这边像是个嘴巴在吞噬 所以他是有两个看你的角度 是从哪一个方面进去这样 根据家福基金会调查 发现十大儿少精神不当对待的情境中 前六名都和言语暴力相关 而看不见的伤害需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复原 那大家可以看到从社工员的视角 他们看到被儿童不当对待 的一个情境的样态 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十个样态 是呈现在上面是票选出来的 那其中我们发现说 社工员票选底下里面的第一名 其实是父母经常会有一些冲突 然后在孩子面前会使用一些言语的暴力 那总共社工员里面的话 就有73.2%社工员 他们票选出来就是台湾榜第一名 那另外的话针对一半的社工员以上 他们都有票选出来的总共有六个项目的情境 是出现在上面的 那针对六个情境我们仔细看 其实都是言语上的暴力 那我们进一步很想要再探讨 那到底父母对孩子常见的言语暴力 总共有哪些的用词呢 那总共社工员票选出来最常出现的有这12个言语 大家可以看一下排行榜第一名 你怎么这么笨的像猪一样呢 其实对孩子来讲这是一种贬义 那第二名呢 你在哭我就叫警察来抓走你 其实对孩子来讲这是一种威胁 那你走开我没有你这种坏想 那甚至早知道就不要伤下你 这对孩子来讲都是心理上的一个拒绝跟采斥 那以下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儿少保护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小故事 那有长期忧郁症 情绪不稳定的一个半亲妈妈 那他单独照顾一个国中生青春期的儿子 那经常因为生活的一些所事或者是课业的成绩 那会歇斯理解的对孩子大吼大叫 那有威胁要打他 甚至有时候以死相逼情绪控制孩子你要做什么做什么 要不然我就要去死 那他也会指责孩子 你就像你爸爸一样没出息 其实让孩子造成心理上的伤害 绝对不会是亲子教育的一个出装 有多年经验的临床心理师指出 言语暴力往往带给孩子相当大且复杂的情绪影响 受限于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 治疗师会采用表达性的艺术治疗 你又跑去哪里玩了 每天都那么晚才回家 是不是要我打你你才会乖一点 这次一定考试考很烂对吧 什么都不会笨死了 干脆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还哭 哭什么 哭就会变得跟哥哥一样聪明吗 今天不准你吃饭了 我看到你就生气 虚拟厨里面自己关起来 不要让我看到你 猴子妈妈 虽然爱之生责之切 但也要注意拿捏分寸 千万不要给小猴子带来不好的示范哦 讲到言语暴力 其实他是精神不单对待里面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因为我们讲话太简单了 也就因为讲话非常简单 所以他带来的伤害往往也是相当大 不比这个肢体包里来的小 那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这件事情 是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小朋友在发展过程当中 他其实相当脆弱 他的人格其实并不是那么稳定 那你知道一个人格还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家孩子 其实他的抵抗力是不好的 他的免疫力也是不好的 那精神不单对待这件事情 本身他就是一个心灵的病毒 那你就会发现当一个孩子 他的免疫力不好 面对这样的病毒的时候 他就非常容易被感染 而感染了之后呢 他其实会呈现非常多的症状 比如说在情绪方面的症状 他可能就会常常感到委屈 或者是愤怒 或者是很担心或焦虑 甚至最后发展出一些忧郁方面的一些心情 那比如说在心理的部分的话 如果受到感染的话 你会发现他里面 内心的那种安全的堡垒 很可能就会瓦解掉 或者是被封坏 或者被打坏 那你知道安全堡垒 常常就是一个人稳定感 跟安全感的来源 而这个在人际关系当中 其实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不经意的这些言语 当他造成了一个 无法被看见的隐性伤害的时候 往往展现在情绪 或者是甚至他生活 乃至于他在人际关系 或者是他自我价值的 这些伤害上面 通常孩子在心里面受伤之后 其实他是需要一个疗愈 跟修复的过程 那往往我们在面对 孩子的实务工作上 也遇到一个困难 就是说孩子因为他 其实年纪的关系 所以他语言表达 一定不是那么完整 然后他的思考能力 也不是那么的流畅 然后他的抽象思考 或者是他对于事情的 这个中文性的观点 可能都不如大人那般的 有灵敏 或者是能够表达 所以这个时候 很多有经验 或资深的治疗师 他就会用一些语言 以外的媒材 作为一个媒介 来跟孩子做沟通 来跟孩子做交流 而表达性艺术 治疗常常就是 我们选择的一个模式 其中包含比如说 像游戏治疗 或者是艺术治疗 这些都是常看到的 一个媒介 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在非常多实证的研究上面 我们发现 其实当孩子 透过这些媒介 能够跟体处的对象 跟大人 或者是治疗师 进行一些合作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机会能够去传递出 他内心的某一些受伤的状态 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一些整合表达 以及修复的可能 所以这个是表达性艺术治疗 比如说像游戏治疗 或者性艺术治疗 他非常珍贵 而且重要的地方 多家企业积极响应 No more sorry 杜绝言语暴力 自拍滤镜串联社群挑战 唤起民众对此议题的重视 另外民众只要捐款满一千元 就可以获赠亲子运动毛巾组 共同防止儿虐事件 用爱插去隐形伤痕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